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有一件事主要想跟大家說說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有一件案件在暴徒暴動 而且這兩個人是情侶 其後他們帶了豬嘴口罩去結婚 這件案件就叫做赴湯道火案 而這件案件的主角早前罪名成立 再上訴 最終是罪名不成立 結果被他們走了很多法律漏洞框架 這罪名不成立導致後來 再去告他們的暴徒 因為那件案件罪名成立 因為法官基本上在判案的時候 教他們怎樣判 教他們怎樣去提高 所以後來非常多的暴徒都是罪名成立了 但是這一對的夫婦 最終在律政司提告之前 即是要重新上訴之前 或者再找多些新的證據 或者找多些新的切入點 去告他們之前 他們已經是潛逃去台灣 想著他們過得很好 不是 去了台灣之後他們說 心情非常之差 甚至乎經歷了這個抑鬱 經歷過致殘 和輕生 到底 移民台灣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稍後就會跟大家說 這些暴徒的親身經歷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看回大紀元核下的一個報章 訪問了 反修例暴動的 赴湯道法案的兩個主角 這件事件就是在2019年7月份的時候上環的一個暴動 一個湯偉雄和杜依蘭和一個17歲的少女被兇參與暴動 三個人經過多番的審訊之後 獲裁定為罪名不成 從逮捕到到獲得法庭宣佈無罪 這件案件經歷了一整年的時間 這一年的期間 直到現時為止 其實這個湯偉雄和杜依蘭這兩夫妻都成為了一些 新聞人物 起碼我講的時候大家都會記得 這兩個暴徒是很瘋的 他們在 這件案件裏被稱為 父湯道火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人 坐牢的時候 又說要結婚 立即結婚 還要做了一些暴徒裝束去結婚 他們一個姓湯一個姓道 所以叫做父湯道火 在1月17日的時間 他們這兩個人 父湯道火的父湯 男生就在他的Facebook上宣佈 已經 移居了台灣 相信台灣那方面也有機會批准了 不然他們不會說已經移居了 因為要做非常之多的手作 不過 他們就說離開了香港之後 他們心情 很差 很差 即是說可能他們在台灣經歷 都不是那麼好 那怎麼辦呢 差到要怎樣呢 他就說經歷了抑鬱 致殘 甚至乎 是想輕生 其實這件事在2019年7月28日的時候 湯偉雄和杜伊蘭就參加這個反修例的暴動 在當時的時間協助了一名少女離開現場 之後三個人都被我們的警方抓到 然後控告他們的非法集結和暴動罪 當時這兩人是情侶來的 8月4日的時候 他們就按照原定的計劃 在金鐘紅綿到婚姻住宅處女住宅結婚 當時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記者到場去報導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裝束是一些暴徒的裝束 根據這些報導 現在43歲的杜伊蘭和40歲的湯偉雄 就是這一個的姐弟戀 兩個都是在健身房工作的 做一些健身教練等等的事 他們就說 兩個都不理政治的 自從2014年開始 他們就開始理政治了 就是說2014年的 違法佔中 其實是一個 真真正正港獨的苗頭 所以令到很多人 在2014年之後 然後2016年 然後2019年 幸好之後有國安法 否則的話我相信香港已經落入了西方國家的手上 當時他們在2019年7月28日的衝突 那個暴動衝突 他們就是 連同另外的42個人 一起去被告這個暴動罪 這個審訊就要搞成一年那麼久 在法庭宣判的前期間 這兩個人做好一些 叫做坐牢準備 將他們的健身室 亦都給了他們的朋友打理 然後就打算 完就完 在區域法院 宣判最高的刑期 其實是7年 他們就打算一旦擔心入獄 長年就無法見面了 所以這兩夫妻就是 問了他們自己對方的一些人和事 包括他們的名字 做了些什麼 在手臂上 兩個人曾經向一個媒體透露 他就說2019年 首次去到法院的時候 他內心非常之 害怕 還要當日適防天文台 掛起8號風球狂風暴雨 哇更加之得人害怕 然後那天 有一次過有44個人 去上庭 然後上庭 2019年的時候上庭 年尾的時候上庭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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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到2020年7月份的時候 法庭 那時候 我都不想說 宣佈了 父堂道課 連我的女生 暴動罪名不成立 其後律政司上訴再釐清共同犯罪的原則 大家都記得 當時李Sir都跟大家說過 共同犯罪的原則是否適合用於非法集結和暴動罪 結果上訴庭是勝訴的 控告不在場人士非法集結和暴動 然後 湯慧雄就不服 然後再堅持上訴到中心法院 結果 中心法院斑壓判辭 說不是身處現場的地方 不可以視為主犯 因為參與 暴動的原則問題 所以共同犯罪不適用於暴動和非法集結 所以裁定湯慧雄是勝訴 但當時法庭教了律政署 律師如何控告他們 所以其後又用了不同的方法去控告不同的人士 基本上全部都是罪名成立 唯一一件事就是放生了父堂道課 相信他們亦懂得害怕 所以他們就立即在這宗案件完結後 就立即潛逃到台灣 令到我們香港 如果想再找其他人去控告他 或者控告他第二條罪 或者找其他人去控告他別的罪 其實 都是沒辦法 因為這兩個人已經走了 就在2020年1月17日的時間 湯慧雄在副湯 即是他自己的面書上 上載了一張 他們身處在台灣的照片 這個湯慧雄就說 考慮到家人的安全 以及 香港的法治環境 政治環境的轉變 他說 不得不育身來講 即是怎樣 即是有時原神出竅 然後飛回來香港 不行的 那什麼叫育身來講 神經病 根本整個東西離開了香港 就是離開了香港 沒有分農不育身 他就說 他原本以為離開了香港之後 那個人會比較輕鬆一點 誰知道 正正 他們想著離開 真正地離開的時間 他就發現 原來離開一個 自己從小到大成長的地方 是一點都不容易 以及 一點都不好受 當然 他就說 明明不是錯 不是他們 為什麼要離開的 是他們 什麼明明不是錯的 你們 你走去暴動 你走去打爆很多 我們香港的東西 你走去支持外國的勢力 你走去 最重要是 做漢奸 其實沒有人要你離開的 我們香港有遞界你出境嗎 完全沒有遞界你出境 為什麼說你們自己要離開呢 沒有人趕過你出去 只不過你們是害怕 你們是害怕 有機會要再坐牢 因為看到很多 他們所謂的手足 全部都在監牢裏面 但問題是你們說 核爆都不趕 為什麼坐牢又要割 是你們自己主動去割席 所以 不是說 什麼要離開等等的東西 好像說得很被動 其實是他們主動要離開 主動地不想在這裡受到他們的手足 主動地不想再受到法庭的審訊 也不想再負擔一些他們應該要負上的責任 所以他們又說明明是錯的 不是他們不是 他們是做了非常之 大錯特錯的事件 法庭 說他們沒有罪 不代表他們沒有做錯 法庭是一個盡量彰顯公義的地方 但問題是 不是完全彰顯公義的地方 也不是完全判別對於錯的一個地方 記住是不能夠完全判別 不代表不能夠判別 他們就走了在一個 法律 或者法庭的納粒 可以成功逃脫 所以他們不想再受這些 可能審訊或者法律的煎熬 所以他們自己 才離開了 但問題是 不代表他們沒有做錯 湯維紅就說 想到這裡 想到要離開 他和他的老婆在飛機上都不禁同哭 哭了很久 整程機都是哭 然後抵達了 台灣之後 離開了香港 立即他們 在兩個月內 患上了抑鬱 然後他們自殘 戒首 好 嘩 我想台灣生活也不錯 有空給你戒手 一下屈都沒事 有風涼水冷 空氣油 好好自由 這些空氣 但問題是 自由給你戒手 給你抑鬱 真的很自由 然後怎麼辦 甚至乎 是有一個 輕生自殺 的念頭 然後他說 幸好 有他的好朋友 鼓勵和開解 最終可以走過 這個程序的低谷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我相信 有沒有機會 他會開一下Patreon 讓別人 籌籌 籌一些錢給他們 或者 台灣那方面 多些協助給他們 給他工作 或者給他一些錢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工作就不用做 然後錢又可以花 我猜都是有這些原因 最後他就說 總結 就算是發生在任何的事情 或是發生在任何的地方 他自己初心不變 什麼叫做初心呢 初心就是 有東西當然是割的 看到要坐牢當然是撇的 還跟你一起捱嗎 當然不會 這些就是他們的初心 他們現在這些 所謂的 黃黑陣營的初心是什麼呢 有好處要立 沒有好處要割 這些就是他們的精神 有錢他就做 沒有錢 不會撈 很簡單 真的非常之簡單 接著這個貼文 出現了不夠一天 他們已經獲得了1000個留言 很多黃黑的網友就說 希望你們保重平安 留著有用之軀 去幫更加多的人 都瘋了 怎麼會是 幫更加多的人呢 他們 賺錢 去自己 享受 去自己生活生存 怎樣幫人 隨便吧 你覺得自己好過一點 就好過一點 那就幫了人 不奇怪 有網友引用 國學大師余英時的 講話去免禮 他們就說 我在哪裡 這裡就是中國 余英時憑著他的學識 和自信 去定義真正的中國 這樣說 跟著就說 真正的香港人也是一樣 你們在哪裡哪裡就是香港 請繼續守護著香港的核心價值 勇敢光榮地地活下去 多謝他們的勇敢無言的加油 那麼問題是甚麼呢 問題是你多謝他們活下去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多謝過在監獄裡面 坐牢的那群人士 我真的不知道 那是不是監牢裡面也是香港呢 當然是 是不是他們應該要身處的地方呢 更加是 為什麼你不去監獄裡面 去幫他們 去跟他們說 加油啊 重點再來 其實他們現在是移居移民 究竟他們是想著移民去那邊 做一個香港人 還是移民去那邊做一個台灣人呢 或者做一個 去英國那邊做一個英國的人呢 OK 其實 當然啦 台灣和中國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但問題是他們不當是 你們去那裡 又不當只是那裡的人 那是不是移民或者移居呢 其實那些東西是非常 常知 Kick的 好Kick的 有衝突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想到 抑鬱 想到要自殘 想到要輕生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生活是不是那麼好呢 如果你過了一個地方 生活更加好的時間 你怎麼會是 抑鬱自殘 甚至乎 自殺呢 是不是 所以他們的生活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留給大家評價 在今集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正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